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家的平安 与智慧 代表丁 后院代表丁 全面管人的财运 曾经 我们在竹山 一个乡下 我跟我的老师 李属玉大师 到竹山路过 一个乡下的地方 我的老师 李属玉旅工 他说 义睿啊 你去看看 这一家的井好像有问题 这个家的井 乡下房子 看他这一个水塔在后面 这一定 他的井打在中央 这个孩子 出生的孩子都会头脑起问题 就是在这里 架一个井 上面 下面是井 那我进去问了 这一家 主人啊 他说 这个井我请先生来看 说我们的本命 是否在后面打井 那么这位先生呢 你是哪里啊 我是台北 一个风水大师 李属玉大师 我和他学习出来 来教我户外 做学习风水 他说你这样呢 出的丁 头脑都会有问题 那么这位先生呢 吓了一跳 怎么知道我呢 出生的三个孩子 头脑都有问题 哦 所以 这个就伤手部 就是玄武 就是手部 如果是 在这边的话 伤我们的 右手的肩部 肩膀和伤的脚部 如果是 伤到这里 我们家里 也会很不平安 雪光 坐在这里 会伤女子人 在这个地方 而且是坐卯山 卯山是长男 所有男生 小孩子 全部头脑都有问题 连他的儿子 都最后的问题都来了 这位先生呢 他说 他的命啊 没有想到会这样 这一支井 他问我怎么办 我说很简单啊 我请孙老师 我就把它封掉就好了 水不要用了 赶快你用 寿金 一千的寿金 稍微 把他 落在里面 刷它 弄起来 那种就不要用了 去买 买猪来水来吃 还有罚都来啦 去牵猪来水 猪来水 猪来谁牵进来 你躺啊 你可以放在这边 你改到这边来 就OK嘛 那就好了嘛 不然就放在这边 这边都可以啊 这边都不可以嘛 很简单的方法 但是我们风水有好多文派 你对人不平安的 都是不对的啦 不是什么好 我什么派什么派都没有用 不平安就没有用了 就是害人啦 所以 今天为各位讲解这个水塔 水井的问题 大家不要疏忽了啦 祝福各位